嗨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仙人一步 今天我们继续在温哥华看房 今天要带大家一块去看一看温西的帆建豪宅 这个房子只有一年行,交价是400万出头 老样子,跟我一块上车咯 好了,我们到了,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外观 前院种了一颗很漂亮的日本风 听说主人帆建这个豪宅是为了自己住 所以材料简直是不惜成本 怎么来看看这个漂亮的起居室和厨房吧 在温哥华,中西厨间距是非常普遍的设计 这样既可以拥有西厨的开放空间 又可以在做中国菜肴时免去油烟的困扰 可以欣赏到后院一棵漂亮的苹果树 硕果累累的寓意也非常美好 这个西厨虽然不大,但是功能齐全 好的,咱们一块到楼上去看看吧 楼梯上小地灯的设计不仅很贴心 而且烘托出整个房子的气氛 先来看一下主卧啦 这个主卧有一个飘窗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还有一个主卧专供的阳台 闲暇时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喝喝茶 聊聊天 哦对了,这个房子的车库是在后院的 所以车库不会占用房子的面积 主卧的卫生间有两个精致的水槽 还配备了一个按摩浴缸 以及智能马桶 怎么样没说错吧 跟一些为了饭间而饭间的豪宅比 这个房子的装修材料简直是不惜成本 从次卧的窗户可以看到整条街的街景 温熙的房子之所以贵还在于它整体的外部环境 大部分的街道都是这样餐天的大树 绿树成荫 这是次卧单独的卫生间 第三个卧室也是一个套间 带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而且丝毫没有透工减料 好了,咱们到地下室去看一下吧 温熙这边还是有地下室的 哇,一下楼就看到这个豪华的家庭影院 地下室有一个工作室 也可以用来作为卧室 这是一个walk up的basement 可以直接去到后院 同时把空调主机也藏在了这儿 这里是吧台了 如果能配一个恒温的酒柜就更好了 连地下室的卫生间都装得这么用心 除此以外地下室还有一个卧室 可以供保姆居住 好了,我们看完了 400万你觉得值吗 这两天我在温哥华看房的感受是 这里的居住环境真的很好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而且其实也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多雨 好吧 雨水丰富也使得这里的树木更加茂盛 像这样树荫遮蔽的林荫道比比皆是 街道也是干净整洁 怪不得那么多明星和富豪都喜欢在温哥华置业 因为这里真的非常宜居 同时温哥华的地产行业发展也很成熟 其中香港开发商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有些高档公寓甚至有豪车接送的服务 而且管理费也并没有高到天上去 有趣的是听说在温哥华置业的人当中 有50%的人收入并不是来自于温哥华 这一方面是肯定了温哥华在移居城市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使得温哥华本地人更加买不起房 目前温哥华的海外买家税是20% 不过如果可以在一年内达到BC省的省提名 还是可以申请退税的 好了今天的温哥华看房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 下一个想要去的城市在哪里呢 也欢迎大家告诉我 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新人一步 咱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